五七成龍市台灣新聞民 海內外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宗信 今年4月 我們特別透過台南市市長 黃偉哲市長領軍 我們要介紹台南市的龍特產品 以及他的人文景觀 我來特別介紹目前可以說政績 非常優秀的台南市市長 黃偉哲市長 市長歡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 以及即將上市的孫雅 因為馬上就上市了 台南市青龍聯誼會南西區的分會會長 楊沁堅楊會長 歡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帶來我們孫雅 頂港有名這裡 頂港最出名 芒果 台南就佔台灣產量的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介紹芒果 雖然它還沒有上市 目前是屏東了 但是很快的在春夏之交 芒果就要上市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市長跟慶娟小姐 慶娟是芒果達人 我們特別向全國行銷 希望大家來購買 就像鳳梨事件你看 當鳳梨受到杯葛的時候 一聲令下全國民眾 包括海外台商 大家馬上集思廣義 共體時間就解決了 就展現台灣人民的團結的力量 是不是請市長 特別像海內外觀眾 尤其是海外觀眾介紹 台南芒果的最大特色是什麼 請 市長的主持人各位好 我想再藉著這個機會 要跟我們海內外的好朋友 尤其是海外的觀眾朋友們 特別說聲謝謝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對於我們台灣的 這個鳳梨的支持 其實這個鳳梨就是甜 甜在哪裡甜到有故鄉味 所以很多海外的台灣台橋朋友們 台灣朋友們 或者是華僑朋友們 其實大家對於台灣的鳳梨 其實都是非常喜歡 只是問題說 因為經過海運 空運 這個價格不是很便宜 我說真的 我朋友常常舉這個例子 日本朋友就最明顯 他們說台灣的鳳梨跟印尼的鳳梨 台灣的鳳梨跟菲律賓的鳳梨放在一起 台灣一顆要5980日圓 印尼的鳳梨是2980 差一倍 但是台灣內貴 那個都被買光 為什麼 然後印尼的那個 跟那個 或是菲律賓還是剩很多 為什麼 就是因為好吃 所以說一顆即使比較貴 日本朋友 日本不一定是台灣人 日本人就 他說台灣的鳳梨好吃到說 連鳳梨心都可以吃 都很好吃 那比方以前我們 我們做小孩一起 那個鳳梨心通常是 是丟掉的 那真的除非這個 有時候真的是 很貪吃 要不然鳳梨心 第一個比較沒有味道 第二個比較會 會砸到 會點到那個 那個 那個脆配 所以說一般的鳳梨心是不吃的 但是台灣他們 日本人說 台灣的鳳梨甜到 連鳳梨心都很好吃 而台灣的鳳梨 台南是第二位 剛剛我們今天要談到南西 南西有很多水果 我們的芒果 芒果 剛剛胡大哥有說 芒果台灣的 台南的芒果是占台灣第一位 還有哪些是第一位 簡單來說蘭花也是第一位 蘭花每年的產值上百很多億 我只有好幾十億 然後蘭花 世界上的蘭花有三分之一 是台灣的 台灣的蘭花有二分之一 是台南的 也就是說 三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是什麼 是六分之一 台南的蘭花 佔世界蘭花的六分之一 那就很厲害了 另外還有我們的芝麻 台南的芝麻也是全台灣最高 所以台南很多的農特產品 都是第一位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 南西這麼多好的東西 其實也要藉這個機會 介紹給我們的好朋友 黃韋哲市長非常驕傲 是台南市 包括過去的台南縣市 加起來是全台灣最大的農業產區 來 我們介紹這個楊慶娟小姐 她為了解決缺工問題 於是他們組一個農工團 南西農工團來解決 她有一句名言 講得非常好 執事甜母不求人 靠自己 非常好 來 把這段經驗 因為缺工的確非常嚴重 你那個芒果 果實熟透了 找不到工人 結果不知道怎麼辦 你們怎麼克服這個缺工問題 主持人好 為了解決農業的缺工 我們跟南西區域內的 同樣是身為芒果農 而且是志同大河的農友們 組成了一個農工團 彼此支援我們各階段的農物 以及收成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 我們可以解決很多屬於 我們解決不了的事情 也可以讓我們的農作物 可以更好地收成 請問傳統跟傳統的農工團 有什麼不同 一般的農工團模式 他們只是想要花錢去請工人 來解決他們現階段的問題 可是他們這當中 在農務撞起的時候 會用各種方法去爭取這個工人 但是這會造成農友之間的矛盾 跟嫌隙 所以可是這個階段中 他們自己本身的那個勞力 並沒有入住在缺工的這個缺口 堆疊之下 就變成會拉大那個缺口 就是這個自助互助 譬如說它有十個農戶 那第一個農戶 要這個芒果成熟的時候 其他九個農戶就去幫忙 第二個農戶其他也是一樣 這樣子的話 這個農工這人力 就有充分的運用 也可以加快這個生產的速度 效益拉到最高 這等於是類似這個 換工的概念 手互相助 手互相助一樣 這個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 這個信任 對 這我記得這個法蘭西斯福山 這位美國最有的社會學家說 一個社會 他的公民社會的 零聚率的強弱與否 在人與人之間 社區 社區之間那個信任度 顯然的南西或台南市 這農民有強烈的信任度 黃偉哲市長他畢業於台大龍推系 然後他本身也留學哈佛大學 越魯大學學公共政策跟公共衛生 然後事實上是適得其所 他今天做市長就是把他所學所用 把他不管是農業推廣公共政策 公共衛生都發揮出來 我想市長你在行政所長的位置上 面對芒果的最重大課題就是 是產銷調節的問題 能不能以芒果做例子或鳳梨做例子 來說你怎麼解決產銷調節問題 其實芒果跟鳳梨有一些地方是一樣 一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簡單來說鳳梨對我台南來講 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是在屏東 就芒果來講台南的芒果是最大的 就是產量最大 而且有一個一樣的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是哪裡 是都很多事情 很多像芒果跟鳳梨 都是屏東的先成熟 然後再來高雄 然後再來台南 因為季節的這個關係 屏東是比台南還要南邊 所以比較熱 所以說很多是像鳳梨 屏東成熟了之後 大家勸我其實因為 因為大家剛上市 以前市面上都還沒有出現 像屏東的這個鳳梨出來 它有可能還是搶 所以它的價格最好 慢慢慢慢高雄也出來 在台南也出來 這個市面上的鳳梨最多 所以說東西供給多 那需求固定的話 那就會價格會稍微下降 但是今年有點不一樣 因為今年是在這個 2月27號連續假期開始之前 這個中國突然宣布說 台灣的鳳梨我不能進來 所以大家都很 那時候很緊張 所以說我們台南農產運銷公司 也幫忙賣屏東的鳳梨 也幫忙賣高雄的鳳梨 也會幫忙賣嘉義的鳳梨 大家互助 就像他們農工團一樣 就是說自助互助 將來我們的 像現在我們台南的鳳梨上市了 人家也會幫我們買 這樣就變成說互助起來 整個鳳梨的價格就維繫住 像現在加上剛剛提到了 海內外許多外國朋友們 日本朋友們 澳洲朋友們 甚至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他們也想說 我也來嘗嘗台灣的鳳梨 這樣子 就是人家說吃得起價 所以台南農產 這個北農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鳳梨的排高價格居高不下 那表示說 第一個農民的收益增加了 第二個 這個消費者吃到好的 有更多消費者吃到好的這個鳳梨 內外銷都暢旺 那自然就這樣 然後芒果也是一樣 好 今年芒果有一點 芒果今年芒果好像開花率增加 變得開花很多 所以說我們芒果的產量會增加 芒果的產量一增加的話 那我們就要注意了 就是說要維持那個價格 以前我們小孩的時候 做小孩的時候 小時候都有一種印象 所以芒果太多 都拿著拿著 滿坑芒果的芒果 這個第一個 老人家一定是很心酸 因為他會覺得特賊 抱田天物 這是好吃麵 是怎麼要倒掉 這就是因為不符合成本 所謂這個 古建商農 古貴商民 的意思一樣 水果太低 不符合採收成本 農民就放在樹上 讓它爛掉 或是把它採收起來 把它丟掉 當作垃圾 這個其實坦白講不好 那我們今年就是要維持好的一個 這個芒果的價格 讓農民有利潤 那他就願意去生產 好 這個鳳梨事件 如果我用奧地利經驗學家 熊彼得的觀念 那叫做創造性的破壞 中方也許認為他一個 找渣 說鳳梨裡面有蟲事件 可以影響鳳梨的生態 結果創造性破壞 反而造成更大的台灣能量出來 我想芒果一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等於說訓練大家 面對危機的時候 尤其剛剛市長說 我們要感謝海外台橋的支持 好 我還是請教這個 芒果達人慶軒小姐 工部門在這個產銷方面 提供協助是非常重要的 妳的心得是什麼 我們台灣市府跟市農會 以及地方農會 文藍新農會 給我們農民相當大的幫助 其實在我們產地來講 對於產機調節的部分 我們農民有採取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我們會靠著枝條的管理 把產期往前提升 會提前 提前的時候 我們可以應付到外銷的市場 因為日本通常都會收到 國立的7月15左右 就不收了 所以我們利用枝條的管理 然後把產期往上推 那有一般正常的農民 他就是這樣子收 另外一方面 我們南希很特別的是 因為他經緯度的關係 他可以折花 讓那個愛無芒果二次來花 那就可以把一部分的 那個產期往後調 不會讓所有的 不會在盛產期 有那麼多的芒果在市場流通 就可以抑制那個價格 那工部門根本的幫助就是說 事實上當產區的那個 開盤一啟動的時候 我們南希農會 他就會啟動加工廠的 那個芒果收購 這個東西他除了在產地 可以維持價格之外 他還可以補足他的庫存 來滿足消費者 未來一年的那個芒果乾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也是相當不錯的 沒有所謂的浪費還是什麼 然後那個資源都是到位的 可是一方面 我們農民自己也要自己 自己要做這方面行銷的努力 像我個人的話 我的品牌是農芒 那我有除了在 除了我們配合外銷的貿易商 B2B 外銷到那個日韓中國以外 那我們自己也會有 在FB成立農網的粉絲團 然後服務於YouTube跟IG 等自媒體下去曝光 然後我們自己去做行銷這一塊 然後算是經營我們島內 宅配的客戶 那我們50班有一個經營的方向 就是我們會以整體的 產銷班的架構 那因為我們的品項相當多 我們會在班員之間的產期 是錯開的時間 互相幫忙資源 提供自己的通路跟自己的資源 下去幫忙行銷跟銷售這些農產品 第一點就是維持我們的 正常的營運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我們台南市南溪區是在哪裡 產些什麼好東西 我要請教市長就是 你提出宅經濟 鄉野經濟 保健經濟的概念 希望突破疫情 你怎麼做 然後也來請你順便 我們請兩位來順便介紹 我們要行銷台南市的農產品 來 市長請先 簡單說 剛剛我們 我剛剛跟主持人報告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叫 五七神農市 然後在清娟他們的是 南溪五十班 那其實也都知道說 很多年輕人 都有年輕人的想法 那老農他是憑經驗之 反正我以前就這樣做就行了 我如果說話說 不是這樣做 不用問為什麼 但年輕人會去問為什麼 他會用一些比較科學的方式 從土壤 從植栽 從水分灌溉來開始想 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講到行銷也是一樣 行銷是一門科學 真的是行銷是一門科學 怎麼樣掌握消費者心理 過去所謂的飢餓行銷 那邊邊這些東西 為什麼你買就買不到價 為什麼我買就去大價 為什麼 就是因為掌握一些行銷 其實在疫情的現在 雖然先慢慢解封了 但是坦白講 大家對於這個外出 還是有點顧慮 尤其現在如果說外出 大家報復性的旅遊 大家都到處去到哪裡都塞車 有時候民眾都想到說 我乾脆用宅經濟 你看現在不管是兩大品牌 Uber或是Panda 這個Fu Panda 大家想說為什麼會那麼新鮮 因為大家想說宅經濟 我就點一碗麵也去 叫一碗冰 冰比較少會融化 點一碗麵叫什麼吃 也都要去用人家外送 現在我可以想吃新鮮的芒果 我也可以叫外送 所以這種宅經濟 越來越新鮮 越來越新鮮的時候 如果沒有 我們還是傳統的 你說卡電的 空白空空都要在卡電的 坦白講有時候不會有 你乾脆就用這上網 再點選 用手指點選一下 我要去 要什麼樣的芒果 要什麼樣多種 幾箱弄一弄 然後這個 這個電子支付就支付了 然後他就直接寄過來 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覺得這 能夠用新的行銷方法來做 適合新的消費者 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們有跟市長在規劃 今年八月要做芒果專題 因為現在芒果還沒中期 現在變動了 到八月的時候 我們會做專題 我們是不是請這個 契捐搬以台面上 這是你帶來的這些 你的 你們這個南西的一些 重要的農產品 來 利用這個機會 向大家介紹 請 謝謝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這邊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50班行銷組長 謝亞軒的產品 小滿谷魚手亮煤 他用的是我們台南市南西區 梅嶺特有的那個青梅種 下去製作 是50年傳承他母親的那個手法 是純手工的 做梅子支 梅酒 都有 都有 對 他自己做這個品牌下去 做行銷 他最大的目的也是希望 大家看到說 南西梅嶺在哪裡 都做些什麼 對 然後隔壁這邊市長 拿著這個日日林間 他本身就是我們前面 看到的這個青梅 對 他是青梅農 香梅醬 這是他經由農科院的那個 加工加指輔導做出來的成品 這是加進去加水就可以喝 我們把它拿來加那個綠茶 或者是調成那個烤肉醬 很好吃 然後這邊是那個梅子雞料理包 市長應該知道 我們那邊最夯的就是梅子雞 對 因為每次去都要一大鍋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做成這種料理包 你知道點一下滑鼠就來了 對 對 再過來的話就是 這是我個人的品牌 農芒 對 因為現在我們產區 第一水的話 就是這麼大而已 所以我今天沒有辦法 帶產品過來 所以我都帶了我們的芒果乾過來 它是 只有糖跟鹽下去製作的 不加任何的人工添加物 所以 這個就是在我們中北市場 OL組最喜歡團購的東西 就是現在養生觀念比較提升 不吃零食 或者是高甜度的東西 都以果乾來取代 對 那接下來過來外面 這是我們南西蜜茲 最有名的楊桃 對 楊桃 因為南西很適合栽種楊桃 尤其是蜜茲一帶 它以果實塑大 還有那個脆甜的口感著名 我們台灣島內 以那個馬來種的楊桃 會比較受歡迎 至於外銷的話 是紅龍跟青龍是為大眾的外銷主品 對 還有這個 這個 柏龍果跟蜂蜜跟芭樂 對 這個是那個帝王芭樂 是由鳳市所謝紅葉研究員 他栽培出來的 那它的口感相當特別 它有一點土芒果的香味 它有一個相當特別的那個酸甜筆 很順口 然後它在台北拍賣市場 已經有一席之地了 很多人他已經 只專門指定帝王芭樂 對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對 過來這邊這個火龍果 是我們南希青龍阿威的那個產品 它滿厲害 它是農三代 在這幾年火龍果有一點稍微 已經有點視為了 可是它卻還在增加面積 平穩的成長 相當有能力 也有想法的一個青龍 還有蜂蜜 還有那個獎牌是什麼 就是我們平建的那個蜂蜜 我們南希在地 是在那個水資源保護區 在中文水庫那邊 對 然後它這邊一罐是那個 平建的蜂蜜是特等獎 一罐的是產銷履歷的那個龍眼蜜 對 都是在去年去得到的 那我們南希 第一個得到產銷履歷的 就是在我們南希蜂蜜 對 所以它一罐是留下來 特等獎這個是在做紀念 那一罐想說拿來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對 謝謝 感謝慶娟這個芒果達人 你看一個南希有如此豐富的 龍特產品 以及韋哲市長 我們下一講 要談台南市的養殖月 台南市的海岸線長達60公里 已經發展出智慧養殖新科技 我們就請市長 以及另外一位養殖達人 顏龍宏先生一起來跟大家介紹 謝謝 好的 不